之前入手了一款菲利瑞斯的高精度内组测试仪 为了做锂电池组 我又入手了他们家的一款点焊机 名号是SWM-10 我们今天来拆开看一下 打开机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说明书 说明书下面是一台主机 我们首先把主机拆开来 主机拆开来的 我们看它这个主机的做的都是有能有脚的 旁边还有一些纹路 这次没有和其他的设备一样用这种绿黑配 下面是型号 后面还有一个支架 我们看一下它的容量是5000毫安时 它这个应该是可以当一个充电宝的 这个USB接口是输出 TOP-C接口应该是充电 然后再来看一下盒子下面的其他附件 有一副焊笔 然后是充电线和裂片 还有一个更换的焊针 它这个焊笔都用这种胶套给它保护仔 包装的很仔细 这个都是纯铜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送的这个裂带 感觉也特别多 很大一卷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焊接使用一下 首先我看一下它配的这个裂带 是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是要厚一些的 所以说它这个点焊金的应该是功率比较大 然后我大概的看了一下说明书 基本操作都知道了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实际的点焊 这边的一些参数 我都按照说明书大概的调了一下 其实它这个能调的就是一个预热时间 然后就是脉冲的大小 也就是电流的大小 这就是一个脉冲的次数 现在我找了一个电池 我们来进行一个焊接 这边的参数我大概的调了一下 估计这个电流是比较小的 我们先来试一下看 不行的话我们再来加大这个脉冲 点焊的一下果然是没有焊上 因为它这个脉冲时间太小 也就是这个电流太小了 我们把它调大一点 现在我们把这个脉冲时间调到19了 我们再来进行一次点焊 这次焊接好之后 大家看这个焊点也是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来扯一下 已经焊得非常老了 使劲来扯一下看 直到把这个裂片扯破了 才把它扯下来 准备这个焊接是非常老的 最后我发现它这个机器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这个屏幕可以翻转 因为它这个焊比的电流非常大 所以说它线用的比较粗 然后线又不能特别长 但是一般的我们焊的话 要把机这样放着才比较方便 你看这个屏幕它可以转过来 通过里面的设置可以转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调到这边的一个 屏幕反转这个功能 这是180度 我们把它调过去 这个是我们刚开始的一种模式 就是说我们在焊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旋转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 一个软件的设计 谢谢大家